Rio老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這場比較特別的比賽 這場比賽有中國戰隊 對一場歐洲聯盟 那為什麼說歐洲聯盟呢 來看一下這個隊伍 MIPER跟這個SHITO 還有這個電盒還有這個JORDAN 都是歐洲那邊吧 歐美那邊吧 這邊WWP還有YO 這些都是中國人 所以這邊算是蠻特別的約戰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吧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張地圖 是阿拉伯 阿拉伯這張地圖算是比較平衡的一個圖 對於團戰來說是非常硬的 就是一個硬11的圖 你的對於文明的理解或是經濟配置有沒有好 你打這個阿拉伯就知道 就很明顯就知道差距在哪裡了 所以很多天梯很多人都喜歡打阿拉伯 就是這個原因 好那如果阿拉伯搬到團戰的話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為團戰的阿拉伯 更具吃配合 跟這個戰術的一個選擇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吧 好我們先來介紹中國這邊 中國這邊是瑪雅 阿不不不不 瑪雅是有有有 是有那邊的 先來講這個青色 青色是蒙古 蒙古這個文明算是比較偏中後期 那前期的發展是極為重要的 那還不錯 因為蒙古這邊是內加 內加的情況下 就比較能打一些比較特殊的戰術 例如草原騎兵阿 或是騎士暴阿 或是一個速成馬功阿 的打法都可以 那就是來看他怎麼選擇 好那再來看下面這邊 達達 達達這邊是外加也可以阿 因為達達雖然他是一個馬功文明 但以一個封建來說打小弓也是可以的 因為畢竟他上這個城堡時代之後 升級奴兵 這個拇指環也是免費給的 所以打奴兵直接強攻的一個狀況 也是可以去思考的 要不要去做這個選擇阿 好那來看一下日本 這邊有一個日本 內加日本的話就比較尷尬一點阿 雖然日本這邊城堡時代也是可以打騎士 到帝王時代還是要轉這個步兵阿 或是強弩 會來做個途徑會比較好 所以以內加來說日本就是沒那麼樂觀阿 但還有其他打法 例如這個劍塔推阿 這個日本的劍塔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這個帝后也可以考慮這個打法 就是那個叫什麼 塔推加日本武士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算是蠻特別的 而且我覺得蠻強的 好來看一下右 右這邊是瑪雅 那右這邊文明就選得不錯了 因為外加瑪雅的話 這個工兵喔 給的壓力非常大 因為這個瑪雅前期就是工兵減免的效果 前期資源來說也算是不會太差的一個文明 所以瑪雅外加來說 我覺得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那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的話是緬甸 緬甸的話本身有這個伐木的加成 免費的這個伐木 伐木科技 所以算是蠻香的 那其實 緬甸最大問題是他沒有防禦喔 工兵是沒有防禦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打這個工兵喔會非常劣勢 但是我覺得在城堡時代來說也算還好 基本上用戰矛來打的話還是 明明強強可以用戰矛稍微抵一下 那到了對方時代之後 這個工兵的劣勢喔 就會慢慢浮現出來 所以基本上 緬甸算是一個半騎兵國 也不能說半騎兵國 就是步兵騎兵國才對喔 好 那工兵來說就是相當劣勢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有這個金冠喔 這個騎兵可以造成對工兵造成額外5傷害 所以他可以用騎兵去counter工兵也是個選擇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 綠色 綠色是波蘭 波蘭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喔 波蘭本身雖然算是個馬國喔 但我覺得他更像步兵國 因為他以團戰來說 以當騎兵國的一個特點 並沒有那麼的厲害 因為他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這個騎兵防禦是比較偏弱一點的 但是到大後期沒有黃劍的情況下 他這個践踏洛馬 又可以足以支撐整個戰場 所以這個波蘭要在城堡時代 打這個貴族特權 大量起司爆 直接打死一甲 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不然打到地後之後 可能會有點難打 要靠這個大 這個戰錘兵喔 去破防 再加上自己的疾兵或是大洛馬 去做一個輔助 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那 稍微就帶過一下就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他最大的特點 就是村民有這個減免 就是你在這個前景省下來的肉 可以去打這個肉麻 或是這些術生這個城堡時代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印度斯坦的話 最好是內甲 那確實這把西托 法國大將西托 也是在內甲 內甲的話 就可以比較好有一個 好的發展空間喔 讓印度斯坦能大量爆出村民來 然後再用這個經濟優勢 出這個地落 反制對方的遊俠或騎兵喔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內甲選擇 好 再來講一下這個 VIPER是西西里 西西里外加的話 就很吃技術 但是以VIPER的實力來說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今天西西里本身 弓兵沒有算是非常厲害 他的三防四 沒有的一個狀況 沒有三防的一個選擇的話 西西里打起來會比較吃力一點 但是最主要 西西里最大的問題是 他的步兵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那打工兵的話 我覺得還是不太好 打到地後的話 雖然他是有強弩的一個文綿 三級色也是有的 但是 以西西里來說 我還是比較偏向於 打這個 他的薩金特衛隊喔 這個反應率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 那再來講一下西西里的騎士吧 西西里的騎士 他有這個所謂的傷害減免 受到我外傷害降低33% 哇這33%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遇到這個 長槍兵啊 被捅的時候 不會被捅那麼痛 那這個能力呢 是所有的地面單位喔 都是可以有這個效果 所以以這個工兵來說 遇到戰毛 被吃到戰毛這個傷害 也算是有這個減免的 那以前是減免50% 那這次改版變33%了 也算是一個小小的下修 好 好 那西西里 我覺得他的打法比較特別是 他有這個大衝車 大衝車配上這個薩金特衛隊喔 其實給的壓力是很大的 畢竟薩金特衛隊本身雙防就高 然後又可以進這個車子裡 所以就可以進行的突擊喔 突擊對手的工兵啊 或是騎兵的一些單位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Viper這邊把自己鬥女補起來 好 那蒙古這邊選擇出這個肉馬 肉馬直接硬上來砍 但是有工兵過來了 有工兵過來 就可能守住了 欸 危險危險 這個有可能會被砍進來 完蛋 西托德的刺猴在這裡 欸不能不能不能往後走 完蛋這裡進來了 哇 封建時代直接被打進來 會壓力很大喔 因為這邊只有戰毛兵 戰毛打工兵是ok的 但是這邊就要靠這個西托喔 扛住正面的站 正面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 欸但是這邊 欸有一點失誤喔 欸嘿 打打這邊工兵失誤了 好 那順利點到很多隻的 工兵喔 那這邊有點打退對手了 那這邊西托德的肉馬 讓你慢慢蓄了起來 幫忙Viper這邊 Viper的戰毛也是持續的按 沒有停 而且Viper還點下一級遠方 看來是要蠻 防守對手的一個進攻了喔 有點算是半ALL IN了 變成這個工坊喔 全部點下去的話 你這個一先要點的話 城堡時代就會越遠了 好 那這邊 看起來 打打是一個小微的狀況 看來也是不太好騷擾的 那西托這邊有的肉馬 量是蠻多的 雖然還沒有點品種 但防務已經點下了 防務已經點下之後 就可以考慮來進行一步的突進 來把這個工兵全部吃掉 那這邊 目前中國是盡量把這個戰場 拉到對手家裡 這邊吃到一隻肉馬 Viper的刺頭直接抽了 但是後面有戰毛兵 更多肉馬過來 但是戰毛在後面直接硬點 紅兵給刺頭的傷害很高 但是現在有義防 有義防直接上來硬砍 而且這邊蒙古的義工還沒有好 哇靠 義工好了 地的肉馬也送光了 哇 這一波大戰 Viper他們拿到大獲全勝 這邊的工兵 沒意外也是要被收光了 唉呀 這邊還有兩隻月月 把他們偷咬 賊 怎麼辦呢 那目前 達達跟蒙古的聯軍 有點私利 那這邊的話 就會非常的尷尬了 畢竟自己的兵 全部送光的狀況下 是有點再去難防守的 這邊要上時代的話 也有問題 如果你上時代 上的時間不夠早 容易跳成跳失敗 那就要來看一下 Viper跟西戳 要怎麼騷擾對手 那這邊騷擾 我覺得算是蠻關鍵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騷擾的方式 怎麼樣了吧 好 西戳是選擇 要來打這個 房子嗎 但是 家裡喔 是有這隻公兵在 當然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那一家不來救 就很 就很危險 你外家要一個人扛 然後那一家要升城堡 趕快升城堡才有可能救得到 那這種情況 對方出戰卯 然後又是這個 大量刺火的情況 是很難擋得住的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出這個 斗粒兵喔 去防守這個刺火 這個意義不太大喔 遠比有戰卯兵 所以這個 吸脫喔 這邊要趕快想辦法 打進去喔 但是由於 Viper這邊出的是戰卯的關係喔 所以並沒有辦法 對這個 村民喔 有大量的傷害 只能慢慢的騷擾 慢慢的射 慢慢的射這樣子 所以嚴格來說 也不算太傷的一件事情 好 那看一下這邊 欸 能進去嗎 不能 遠蒙古這邊看起來 確實要來直城喔 並沒有要來出兵 來幫一下這個 打打 但打打 好險喔 對方 是戰毛兵喔 戰毛兵要收掉一村嗎 欸走位 欸呀 一村 這裡好一村 欸呀 兩村 好虧阿 這兩村 直接倒地 好 那看一下其他戰區 目前 攻兵喔 都在對身狀況 那 Jordan這邊 攻兵來說 前期還是可以打 一下下的 那到了中後期 然後慢慢轉兵了 好那這邊出了一隻刺口 來砍戰毛兵 效果還不錯 好 旁邊都上了這個 神寶石彈 那VIPER這邊優先開下 TC 那中國這邊也是喔 中國這邊也是 開農 這邊是日本開農 日本開農 也是可以的 畢竟日本這邊 打騎士也是個選擇 OK 果然日本是打騎士喔 那一家就是要打騎士啊 不知道要幹嘛 好 那這邊戰毛兵 還是想要進去努力騷擾 那打打已經化了非常多的聰明 在開這些劍毒 在防守喔 那也確實 稍微影響到了 打打這邊的生技啊 好 那非常多的騎士 走得出來 那波蘭這邊呢 波蘭這邊有出兵嗎 沒有 波蘭沒出兵 那右邊的 Jordan這邊戰況喔 是 Jordan不出兵 然後一個人防守 那波蘭是選擇 暴農的一個狀況 直接開農 我們印度斯坦也是 印度斯坦這邊是用剩下的刺喉 慢慢在防守而已 但是這邊啊 才出洛桃 有洛桃的話 這邊洛馬就會要趕快跑囉 戰馬也趕快跑囉 哇這個 蒙古的洛桃一出來喔 這邊的軍隊 全部都要四處逃散了 好 那解掉內患之後 這個打打的工兵 開始慢慢往前浮進了 那這邊啊 已經有這個拇指環的效果 那只要頂下這個彈道旋 打打的這個 工兵的能力喔 就會非常的噁心 射速快又射得準 傷害又高 好 那這邊是要來打 那印度斯坦這邊是選擇出了洛桃 那確實喔 畢竟這個印度斯坦是沒有騎士桃 那沒有騎士的話 對抗這個工兵喔 會比較弱勢一點 那就要看一下 那VIPER要怎麼打 那VIPER這邊是超級暴農啊 哇直接4TC喔 農到兔 那這邊是選擇才用一個 欸這個 團圍的方式喔 這個團圍是喔 就是這樣子直接圍到隊友的領地喔 那大家就圍的資源就比較少一點 那這個團圍的 其實要求蠻高的喔 就是雙方要先講好喔 不然很容易就是 你圍我的我圍我的 可能就被打出一個洞了 那衝圍還有個弱點喔 就是有一些像這種中間地帶 很容易被打進來 所以這邊通常都是被一個 攻擊的一個好位置 好 工兵直接過來開射 有彈道權的工兵很強 直接射倒了4隻 村民 哇 這就是打打牆 拇指環 加上彈道水的威力 好 那這邊 欸有騎士總 直接走得進來 哇 直接花靈光臨買封阿 好 日本這邊用大量騎士 直接硬喊村民 這邊也在直接硬打起來 非常多的駱駝跟東兵怎麼辦 VIPER這邊沒有兵 VIPER這邊派抽了 外加開到5TC 我的天 這要是是我 外加這樣開5TC 早就順利就沒 呵呵 VIPER真是很敢 我怎麼覺得他有得賣隊友的感覺 好 這邊走進來之後怎麼守呢 走印度斯坦 我看是有點難阿 畢竟弱駝是很怕工兵單位的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防御能力的 欸打打這邊喔 又有這個 拇指環跟彈道血 情況下 這個駱駝又是不堪一擊 欸你這個太過分了吧 喔剛射完戰毛兵 戰毛兵出來 戰毛兵才幾隻 你就扛上去一點 是什麼意思 哇直接被射光 欸不能抖阿 抖也沒用阿 這個射很準阿 有彈道血的 哇這工兵很強阿 好工兵又慢慢走了進來 好工兵又慢慢走了進來 但是其實拖到的時間也算蠻長的喔 這個VIPER一直帶動自己的戰毛 我們在秀操作 落鎖想上 就落鎖一上 後面的落鎖也過來 哇兩邊都在瘋狂秀操作 OK 頭車來了 頭車有的話 那這個工兵呢 就可以稍微擊退一下 那右邊這邊可能要稍微微一下 不然這邊直接走進來也是蠻困擾的 好大量的落鎖 直接想要的硬上頭車頭車 但是有車不在修 有車不在修的話其實沒問題 這邊是印度斯坦的攻擊速度比較快 落鎖是有個優勢帶的 OK 目前這一把 看起來落鎖印度斯坦還是比較猛一點的 好那看一下日本這邊 日本抱大量的騎士 想要來直接印上 波蘭慢慢轉出了一些騎士喔 不確定這邊波蘭有沒有先點下這個貴族特權 再來點這個騎士 畢竟這個波蘭的貴族特權 可以讓這個騎兵打折喔 直接打六折 非常非常便宜 看起來是沒有的 因為他沒有城堡 所以應該是沒有點的 好 那這邊頭車想要來硬接 簡單能解掉啊 應該可以 再來一刀 要被修起來了嗎 哇靠這個 極限拉頭車的血量啊 好那viper把一個城堡 蓋在這個兩邊的 團圍的位置 讓這邊防守會更好一點 好那這邊直接開射 再射一下再射一下 好他這邊村民了全部射光了 然後繼續走進去了嗎 結果 好既然擋不到viper跟西脫 那我就去搞第三家 好 搞這個波蘭 波蘭家裡 沒有任何的防守 哇 大中原全部被騷擾到 脫兵直接BBQ 完蛋他現在才發現阿 因為他在前線阿 瘋狂在開戰中阿 忙著碰兵阿 很忙阿 哇看起來 這邊歐洲聯盟有點節節敗退的感覺 但是viper這邊已經開CG開到無法無天了 5TC揭開農 但是歐洲聯盟 能不能繼續狗下去呢 看起來有點困難 偶車也準備好了 繼續開閘 能不能砸光了 砸光這邊的話 免電就很痛苦了 哇 你看這個工兵對射的情況問題就出現了 這個沒有 少這個預防阿 工兵對射就會很困難 怎麼射怎麼劣勢阿 那 工兵就不能對射 工兵不能對射的話 就要靠這個波蘭阿 靠波蘭的話 現在波蘭有點受傷 家裡直接BBQ 沒辦法防守 西脫繞了大量的駱駝 將來拯救波蘭 但波蘭接近一倍少的情況下 導致正面 這一波進攻 能拿得下嗎 這裡有TC的加持 TC加持 射工兵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那但是中間後面能貼上呢 能貼上去嗎 貼得上去的話 貼得上去的話 才有機會 那看起來這一波 進攻 讓日本他們 有點虧阿 這個波蘭的騎兵阿 大量貼了過來 剛才直接把這個工兵全部吃掉 那直接直接 踢掉這個採礦的困釘 但是這邊已經撤退了 怎麼辦 工兵很多 還是沒解光 還有12隻的工兵 那這一波 順利的 也把剛剛繞進來的兵 全部打掉 那viper在家裡 努力開農 直接5TC 農到一個生活無法治療 讓隊友 讓隊友生活無法治理的一個開農方式 從旁邊來說 不應該這樣子農 但是人家是viper 只有viper可以這樣農 一般人這樣農 早就被罵翻了 你外加人幹嘛 不出病 所以這個 有些有些事情 你想學viper 不是不行 你可以阿 但是你會被罵而已阿 我就是這樣子阿 我也都學viper 但我常常被罵 我都不出病 我都沒弄 呵呵 但是我只要被我農起來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我要打死了也沒問題 大概這種概念 呵呵 好 那果然阿 細細不要打工兵比較好 直接去打這個薩金特衛隊阿 給的壓力才是更夠一點的 好 薩金特衛隊非常大量傳爆了起來 那但是下面這邊免電阿 看起來是要搬家了 對啊 越慘阿 但是突然這邊點下了貴族特權 用貴族特權來防守 他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貴族特權能不能 守住右邊戰線呢 目前miper這邊一個人打兩個 那西坡這邊的駱駝也是在找目標在打 那是找對方的馬坡 阿也知道找對方的駱駝跟騎士阿 但是蒙古這裡慢慢展出了蒙古圖技阿 那目前喔 左邊這邊都是雙馬公國 我裝馬公國的一個感覺就是 比較難打 這個配合 不要沒辦法配合 因為你沒辦法聯繫阿 可能就被這個駱駝 直接硬上了 可能就被打了個歪 但是蒙古圖技只要成型的話 也是可以克服這個問題了 今天射手都壞了 然後那達拉這邊被大量騷擾 其實也收到了狀況 可能就是西坡里的薩金特衛隊 直接 開 好那看起來 明天右邊這邊看起來是正式兩量了 大量的 騎兵過來 還有工兵過來 要來打這個 波蘭了 波蘭現在要大量的騎兵直接防守嗎 但是這邊直接硬打的話有點困難 因為這個波蘭的騎兵的量變 不是夠多的一個狀況 大量騎兵直接硬打 但是 日本的騎兵還是蠻多的 日本騎兵的情況下 波蘭的騎兵也是做不到事情 只能節節敗嘴 好那這邊看起來 這個城堡要趕快騎起來 不然這邊大中原都不能中了 這個大中原不能中 對波蘭的騎兵的硬傷啦 然後看一下西坡要不要過來救一下 西坡不過來救的話 可能會直接GG喔 很有可能 但是西坡現在又需要把這個洛鎖 送到 VIPER的左邊這邊來支援他 所以現在有點亮了 哇靠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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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VIPER的兵怎麼走的位置 非常奇怪 四處在燒了 然後呢 非常多的兵型走得進來 波蘭這邊這邊也只有騎士 只有騎士的情況下 還是有點難抵擋這種聯軍的 陣陣都V射得快 然後騎兵又那麼硬的情況下 還是很難打的 好 那日本這邊也順利上了帝王世代 上了帝王世代 日本這邊要升這個重裝騎士呢 應該是會升一下了 重裝騎士 三攻點下 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 來看一下 這邊騎士直接硬打 唉呀 這邊大量的工兵也過來 但是波蘭的騎士是讓人打的隱瞞 看起來走得很極限 工兵好像可以 欸 剩下一點點的 欸 看起來日本不會運點重裝騎士了 騎士都送光了 這邊的工兵也要被城堡加騎士 直接包夾 哇靠 電卡直接 用了 騎士 搞掉這個聯軍 厲害厲害厲害 哇 這個看得很爽啊 所以獨特權就是這麼OP的一個東西啊 好 嗯 只用騎士手下的波蘭 要怎麼打兩家呢 連自己的隊友已經涼涼了 涼涼的話就是只能看人 Jordan這邊也是無天 鬼 法力 鬼力 好 那這邊 馬弓的需要還是蠻多的 還能展示了重裝馬弓 馬重裝就點下 哇靠 這個蒙古圖技也點下了機會啦 就這樣子對於駱駝來說壓力很大 駱駝 駱駝是最大 你看這駱駝是蠻怕見死的 所以這個射一射還是被射到頭夠醒 看那可以看 那非常多的駱駝直接硬打 直接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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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ssions 對於駱駝 是超多的一個蘑菇圖技 大量蘑菇圖技直接被砍死 跟這個帝王駱駝 駱駝是很快的..25%加成 好 讓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吸吸力 哇靠 VIPER已經到處用這個 薩金特衛隊開始弄啦 哇 把日本打到有點慘了 哇 不對 日本家裡直接沒了耶 哈哈 哇靠 哇 這個薩金特衛隊真的太強啦 想走哪還入走哪 VIPER這一波 給的壓力非常的猛 直接把大量的 真的是一打四耶 哇這個VIPER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CC裡喔 薩金特衛隊還是比較猛一點 想要去打正中兵 CC就燒打薩金特衛隊啊 不能夠幹嘛對不對 好 薩金特衛隊到處騷擾 這個把日本全部打殘的一個狀況 讓這個脫狼有點慘息風險 但是這邊的瑪雅射手 還是蠻麻煩的 因為瑪雅射手 多的情況下也是不好守 好 這邊持續開射 看起來家裡還是有點慘 家裡已經有大量的地方落魄 直接蹲到了蒙古家裡 打打看起來也快要涼涼了 非常多的大洛馬也開始侵蝕到了打打領地 打打有一些聰明已經開始在往後撤了 這邊波蘭家裡的殘寶也都掉光了 要趕快靠這個騎士的話 要趕快撤到這個帝王子彈 然後升這個重裝騎士 OK再升了 重裝騎士點下之後 波蘭才有可能去擋下這一波的進攻 好 這樣大量的騎士直接開槓 但是瑪雅射手 好 射騎士的傷害很高 哇 直接倒地 這就是波蘭騎士的詬病喔 沒有三級遠方 倒地用十大 還是只有二防喔 所以對攻堅來說 抗攻堅壓力實在是不太好 怎麼辦 波蘭這邊也只能撤退 哇 大量的聰明直接撤光 沒有任何的城堡可以防守 那沒有城堡防守的情況下 就是體質被拆爆 聰明只能四次逃串 四次逃串 結果沒有天氣喔 殘堡的位置就是這麼重要 好 但是 波蘭也是不堪示過 直接把大量的敵途騎士 送到了瑪雅家裡 但是我怎麼覺得 7C0開始有點難打了 欸 蒙古徒技的量很多 哇 直接手吃了 對手城堡 但是蒙古徒技的量太多了 已經來到73隻 73隻的蒙古徒技 所以射光這些西西里的部隊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哇靠 直接射光 完了 西西里 Viper有點 承受不住了 好 那 印度斯坦 這邊大量挖很怪 就 哇 這工兵 這工兵也是非常最量 57隻 好 這邊直接射這個 駱駝 效果也是很好 因為駱駝本身沒有怎麼蓋遠方 這也是很怕箭矢的一個單位 好 這駱駝的騎士過來想要來包夾 但是要包起來有點困啊 因為兵這工兵實用實在太龐大了 要包起來也是比較容易的事情 那這邊喔 瑪雅射手還有一個優勢的 就是考試盤 跑得最快的工兵手 就在這裡 你要怎麼追 咦 最後我就上高地 鑽小弓 然後開始變對色 好 直接上高地開射 高地開射 這個血量叫得很快 講到這邊血量 滾屍都非常的慘重 但是感覺上還是工兵有點優勢帶的感覺 這邊還是有想要出一點操作 很久以前看起來 工兵是拿下來這場勝利 工兵 工兵是高打D喔 騎士D打高 對傷害病人能夠突出 這邊並激火 激火的下場 就是讓這邊全部全部送光 騎士一過來 如果直接應聲倒地 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如果直接死去的他的作用 馬雅射火 就是這麼的死 跑得快 射得也快 沒什麼太大弱點 真香喔 好 那這邊馬弓 過來看一下 馬弓 砍一下砍一下 欸 好 看起來沒什麼 太大的問題 看起來Viper已經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打了 雖然已經把Dada給處理掉了 但Dada也不是全面的崩潰喔 自己TC其實都還是有的 搶TC的效果還是不錯 雖然有把大量處挪後拉了 這樣子的話 Dada其實 還算是能活下去 反正是Jordan Jordan Jordan復活到一半 然後又被瑪雅入侵了 哎呀 Jordan怎麼辦呢 Jordan大量的部隊在哪裡 大量的部隊沒有 Jordan這邊其實整個免天大將 沒辦法 那這樣的話 這個是沒辦法處理這些 弓兵的 弓兵可以輕輕輕輕輕 輕來與其的把這個大象給射光的 哇 這邊大量的瑪雅送的過來 這邊雙TC全部無法運轉 大量春節 噴了出來噴了出來之後 只能被雕把被當著射 很淡的 這是BBQ的 大量的洛櫥也死光了 好那這邊均勻投資機 開始在製造 綠色波蘭想要開始往前進攻 但是我覺得你現在問題不是要進攻 而是要守住貿易線 原來阿拉伯貿易線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地方絕對不能失手 波蘭大量的重裝騎士產生了出來 但是這有貴毒特權加持 所以並沒有消耗太大的資源 當然自己的經濟還是受到重創 這裡大量的農田都沒有人在做生產 所以這邊騎士 這個彩量應該還是蠻有限的 好那我來看一下 瑪雅射手這邊能不能 把這一坨攻擊金給解決掉 好那我這邊想要繼續嘗試的 進攻這一塊的區域喔 因為只要打到貿易線 基本上就是中國戰隊的獲勝了 中國戰隊這邊要繼續進攻阿 但是這邊要落頭想去後面騷擾 這個騷擾好像沒有太大用處了 因為這邊蒙古圖技已經沉洗了 這個有點難打了 好大量的村民直接來硬蓋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應該蓋起來了 完蛋了這個命脈越來越近 就等這邊大象還是沒有起來 大量的蒙古圖技直接在 西桌面前 開始射擊 怎麼辦 大量的蒙古圖技很難解 所以這個肉碼速打也是打得沒有很好喔 好關鍵時刻來了 這裡有一個殘暴 哇這個大象 對射還是很厚 好日本武士都走了出來 我的天 哇日本武士坎當位的事物非常強阿 好那日本這邊經濟稍微回復阿 他也在爆自己的強勢兵種阿 日本武士 那日本武士強勢去攻擊他的二刀流 迅速切菜 日本武士日本開啟 嗯 很好出生魚騙刀喔 直接砍個砍 好那大量的大象走出來 哇這大象是精銳的喔 喔精銳大象直接來硬拆去攻擊 要來守住城堡 城堡能守得住嗎 還有一滴血 唉唷 好危險 你是29D阿 29D的城堡阿 好大量的重風騎士 直接上來小路來硬爆夾對手的 瑪雅射手 但是能包著住嗎 但是沒有包到也是 讓他受到的狀況喔 大量的瑪雅射手 直接往後跑 逃難 好那這裡 打打馬功也接近了 VIPER的一個戰區 VIPER這邊好像突然失利了 由於戰場開了太多 VIPER這邊前線 也無法無力抵抗對方的馬功的攻勢喔 雙馬功壓力很大 大量的肉馬跟 大量的馬功躲進 萌蘑菇直接過來 哇 這邊貿易線被斷 看起來是要涼涼了 這邊大量的古拉姆想過來救 當然古拉姆就16隻 但是對面的馬功總共超過60隻 怎麼打 哇 古拉姆晉身倒地 沒了 貿易線被斷 有了 哇 MIPER這邊 有點難打了 來了 怎麼辦呢 要怎麼打這個馬功呢 蒙古古技實在是很猛 有一次團戰 只要讓蒙古古技能成型的話 基本上很難翻盤 因為他跑得快 射速又快 功能性太強大了 好 但是右邊稍微有推出去了一點 但是這一邊的一個高地 想要讓他解決是很困難的 跟高地馬功很難打贏 因為傷害很快 但是有大量的駱駝 跟這個騎士 過來救 過來救 過來救的話 就還有機會 大量的駱駝 能守的是嗎 這也是被飛到角落 可能後面有更多的問題 在後面 哇 這個馬功啊 屬實讓他們有點困擾 好 大量的駱駝 直接過來一趟 這邊偷然變成這個 大量的駱駝肉 直接來反擊了 但是 就是 白普這邊 這邊越來越慘 大衝車 都開到白普家裡 白普家裡已經越來越慘 沒有辦法繼續營運下去了 白普已經要退出歷史的舞台了嗎 沒有白普再繼續支撐他經濟了 經濟越來越慘 白普已經有點 沒辦法做任何兵反吃的感覺了 哇 這邊聰明也被抓 哇 看起來涼涼了 白普應該是 直接 被秒殺了 其實白普剛剛做太多事情 直接一打四加 讓右邊這兩加五機率反回推 所以白普現在只能 靠著隊友進攻了 痾 西脫這邊能不能 扛住左邊的貿易型 就是個問題喔 一定要扛兩個馬 馬功果有點困難 隨時不易啊 那要怎麼打呢 用這個普拉姆嗎 普拉姆 普拉姆也要追得到 而且現在普拉姆又可以下收血量 所以不太好說啊 不說好說 看起來就不好打 好 看起來 白普這邊也沒辦法複躲了 有些時間已經來到一個小時 那後面有一些 践踏肉馬在追著這個貿易車隊 但這個效率還是比這個馬功喔 快上太多了 這邊大量的馬功直接在高地搞土 但是這邊落回家還是蠻多的 應該是可以吃得掉 好 慢慢把對手打了回去 用這個普拉姆也慢慢推得走 那緬甸 Jorda也出了一些大象來幫助 LIFE重建 那LIFE這邊要重建的話 可能時間要再拉 要給他個20分鐘才可以復活啊 那這20分鐘要怎麼反手呢 也是個問題啊 家裡經濟也是蠻慘的 然後那裡面的肉馬也是 稍微解掉了 上面慢慢開始由下面慢慢推回去 那緬甸這邊 看起來經濟也是慢慢發展回來 但是緬甸就回來 人不去打嗎 大量的馬功直接被吃掉 只能推到城堡底下 進行防守陣 哇 我們主機必勝出武警 好 土拉姆還要來亂吃 嗯 這有點勉強 沒辦法這個太頓了 好日本武士要走出來 把L繼續砍 好日本這邊果然是要打步兵了 步兵還是日本的精髓 大量的武士跟擊兵走路過來 日本的攻擊速度非常非常快 步兵總共有33%攻城 攻擊速度加成 來砍這個大象 哇 順利就倒了 然後那這邊 歐洲聯盟打出了GG 看起來這一把 VIPER做的事情已經很多了 右邊 緬甸真的是 不太好打外甲 所以Jordan這邊爆炸 好像也不是非常意外的事情 嗯 那本身這個文秉 本來就比較那個了 嗯 你懂的 攻兵就是比較克難一點的 所以導致這邊 西托並沒有辦法 拯救世界 雖然有自由帝王駱駝的優勢在 還有苦拉姆各種兵的優勢 但是對方的馬功 實在是一個難解肢體 讓這邊西托有點 不堪負荷 好 那看起來經濟層面 兩邊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經濟部分 只有一個比較慘一點 這個緬甸 手推車到40分才點 而且大部分人都在這個地方點 所以這個經濟時間操控 是蠻重要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